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的時間 有一個來自澳洲的真Pc,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望友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曬冷氣 點贊分享和訂閱,希望你留意建設性的留言 今次我們就說說 那句害人中害己,很多事情都是 亦有自作自秀 亦有智慧長城 近義詞 用在美國之前的一個叫做 中國行動計劃非常貼切 這個計劃很明顯帶有濃厚的種族主義色彩 透明超注 沒錯 但是最後他害了自己 原來一位 他是被譽為納米發電機 納米發電機 納米發電機 他在美國 喬治亞 理工學院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院 工作了三十年 他在這個學院的個人主頁上寫著 黃宗霖以他出色的創造能力和生產能力 被施為全球 是納米科學和納米技術領先的先驅和領導人 他在科學院最突出的貢獻 就是納米發電機 以及自供電存感機 亦都很厲害 亦是幫助 無需電池即可自供電的 無線設備開逼了技術的潛力 那麼科學家 為什麼離開呢 其實他大半輩子 很多時光都在美國度過 那為什麼 你捏捕吧 你這樣搞 大家都知道你整個打壓 抹黑 那些學者 我都走了 原來 這位黃宗霖已經辭職 他並且在北京 創立一個研究所 他在北京 研究繼續 黃宗霖本人 亦都沒有回應 都打算低調 喬治亞理工也沒有說 10年的時候 其實黃宗霖在 中國參加了一個會議 時任 中國科學院 常任 副院長 亦都是黨組副書記 白春麗問他 王先生 你有沒有興趣大頭 建立一個專注於 納米能源和納米系統的研究所 原來之後他就回到美國 就申請了 就向喬治亞理工 其實喬治亞理工也挺有名的 打籃球也挺有名的 亦都是問 我想申請 申請可以嗎 是可以的 當時的氣氛 喬治亞理工 立即批准了 他就幫助中國成立了中國科學院 北京納米能源及 系統研究中心 這些研究所當然是非常頂端 中國科學院 北京納米能源及系統 研究所在一二年中國科學院 和北京市聯合建造的新 研究項目單位 這是 研究所今年七月也召開了第一屆 理事會 成立大會期 是理事第一次會議的 根據他們的訊息 黃宗林 已經被拼任為首席科學家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美國人知道 整天搞人家就走 這個很正常 你說過多次 沒理由 我搞你這麼多次 搞到你身敗名利 整副身家沒有了 打股司 你繼續為我效力才行 人家只是想 可以安心的環境之下做研究 好像你搞那麼多東西 沒錯 其實全球最大的學術出版商 他們和美國史丹佛大學共同的 最新世界標準化 引文指標傳 科學作者數據庫當中 黃宗林 在 職業生涯影響力的排行 再次排第二 在單年度科學影響力當中 連續五年排第一 他所屬的機構 從喬治亞利公 現在就變成了中國科學院 黃宗林 1978年就加入了西北電信 工程學院 這間大陸也挺有名的 就是西北電子科技大學 1982年就憑著他 優秀的成績 被選中參加 美籍華裔物理學家 這個出名 李先生 李政道倡道的中美聯合 培養 物理類研究生計劃 其實他去美國阿里桑拿州立大學 學習納米科學 這也是他後來在納米科學和納米技術領域 也是一個 奠定基礎 其實上個月 在中國科學部採訪當中 黃宗林說回望他這段歷史 就說 Cusby 是他夢想的開始地 但對於他個人來說 Cusby 也是研究生涯的轉接地 李政道先生 最重要的貢獻就是幫中國學生打開了一線 通往世界的大門 這個真是的 當然他也有那句話說那句 在美國也學到很多東西 這是現實 沒有必要隱藏 Cusby 其實美國的組織聯繫工作都是李政道親自操辦的 李政道 建立的少年班後來就變成了 博士後制度 也開創了很多 不可估計的潛力 他當然李政道是 不僅是偉大的科學家 還是教育家 一直都是 很多人的榜樣 剛才說的黃先生也希望 也希望踏進年輕的學者平台 是這樣的 小弟以前也做過學術事 因為年輕人 你的論文數比較少 還有 帶你的老闆 帶你的博士人 究竟他的力量有多少 你也是很難估計的 而且他不僅是大一個 所以年輕學者 需要多些鼓勵 不只是 語言語上鼓勵 即是實質的 資源鼓勵很需要 王忠林 在喬治亞 理工指導了大量的年輕學者 在他的個人 資料當中列舉了科學家的去處 很多是留美 但也有人是回國的 納米科學和納米技術領域對於北京和華盛頓來說都很重要 所以老闆社也說 因為他們 在能源、醫學、軍事技術上有著廣泛形容 兩個國家 都提供了很多資金 提供了很多資金 但你提供了一個很令人擔心的環境 你當我是賊 是的 這是最壞的 你當我是賊 近年來 美國嚴格地審查 中美在納米科學和納米技術之間合作 美國頂級 其實現在 很多大學和中國學校斷了合作 很多 美國頂尖的科學家和納米學家 尤其是哈佛大學的 Charles Lieber 他也因為 和中國高校合作 而被捲入了惡名超主的 中國行動計劃 2021年 被判有罪 2023年被軟禁 上個月 他也宣佈 現在 在香港找工作機會 不回美國 今年7月一篇報導 引發了斯丹福大學的一項 研究 越來越多華裔科學家 選擇離開美國 去中國工作 他們做出的決定 主要 是因為美國政府打擊 間諜的時候 發賣他們 其實說真的 就當他們是間諜地打 杜草人地打 史丹福大學 中國 經濟及制度研究中心 自從18年 特朗普上台 中國行動計劃以來 離開美國的 中國科學家 的 增加離開速度 增加了75% 習近平的加速師 搞得中國倒閉 你幾年前這樣說中國都沒想 但是現在 你是不是加速師 特朗普和拜登是不是叫做科學家 尼美加速師 是 增加了75% 喬治亞理工 同樣也是因為 美國無理的制裁 在今月初 就宣佈退出一項 研究 接近8年的合作項目 8年 如果是 說真的 你的資料 什麼都撻乾淨 你說到共產 很危險 沒有證據 你最壞的就是沒有證據 你現在靠屈 你現在 我先和西媒的法界來說 最壞格就是這樣 喬治亞理工當然就是宣佈 跟中國的高校 團開合作 9月6日這家學校 也在他們官方網站上宣佈 由於天津大學 在被美國制裁的實體清單之上 他們將會退出 他們在深圳的合作 合作辦學的機構 就是天津大學喬治亞理工學院 深圳學院 終止他們跟中國天津大學 以及在深圳市政府的研究 還有是教學的關係 今年5月 因為喬治亞理工學院 跟天津大學合作的 學目 其實就是培養一些 尖端技術人才 這家學院也受到了 美國國會的審查 美國 共和黨領導的 這個是眾議院 美中戰略 競爭特別委員會 就是他們的中國小組 跟 眾議院教育 及勞動委員會 在一份報告當中再次說 喬治亞理工很危險 有什麼事 什麼都很危險 在美國國內 三所大學當中 你們很危險 他們跟中國的合作 這些是合作辦學的項目當中 向中國轉移了關鍵的美國技術 和知識專業 我都不想說這句話 八年 該偷是不是偷了 證據呢 沒有 並且指責 美國大學 在向聯邦政府 報告中國資金來源時 存在著失誤 這樣真是 浪費了 美國國會近日也通過了一項法案 就是 明顯大有是種族色彩的 其實這個中國行動計劃 什麼時候呢 特朗普政府一百年 打擊 打擊那些 是間諜 保護知識產權 其實就是 可以這麼說 烈無話語學者 這個計劃 一經實施 就是巨大爭議 大量的華裔學者 就受到當局無端調查和起訴 雖然拜登就說這個計劃中止 但是 他的名字沒有了 他現在做事是什麼樣 是不是 一樣 你的名字沒有了 惡劣影響 延續到現在 今年七月 美國西北大學 知名華裔學者 這個我們也做過 就是 生物學家 吳英 就是家中自己 搞定了自己 吳英生前 因為他的實驗室 是因為美國政府 調查而被關閉 其實作為一個學者 這樣被你羞辱 看看 現在 在美國因為違反 所謂中國行動計劃 而遭到起訴的科學人員 有150名 你不要跟我說 沒有針取華裔 華裔高達九成比例 其他人是伊朗和摩斯 是不是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 曾經都說過 其實在執行中國 行動計劃期間 剛才我說的不是伊朗和摩斯 是和中國合作的西人 都有被人調查 其實 美國司法部調查了 2000多宗 涉及和中國的案 平均每10小時 就啟動一案 你想想 其實 對於那些所謂的機構 平時很懶 說到中國 那麼認真 而且他們承認大多數 的案件因為證據不足而不了了之 沒有 這就是重要 重點就是這個 你沒有證據 沒有證據 原來根據美國媒體 曾經去中國行動 看過這些案件 亦都發現 這個計劃 在 所謂的間諜方面 毫無成效 其中華裔學者 被指控最多 的理由 沒有披露和中國大學 的合作關係 而並非從事 間諜活動 並且一半的案件都已經被撤銷 即當時 現在撤銷得更多 有些網友說 韓少效應 韓少效應 他們就學習韓少效應 中國行動在華裔學者群體當中 產生了韓少效應 亦為中美之間的正常 科技交流設置了嚴重的政治壁壘 其中產生最惡劣影響的 就是之前 亦都令到大家很生氣 好像2021年 史丹福大學177名學者 聯署 指責中國行動 是煽動種族仇恨 是損害美國科技競爭能力 要求美國司法部停止在美國 進行所謂的中國間諜調查 都是知學界 之後特朗普 政府 彩你也有美 拜登政府2021年 當然是普林斯頓大學 耶魯大學 加州大學伯克蘭芬校的知名學者 公開譴責 烈無行動 要求司法部終止 在各方壓力之下 拜登政府終於終止了 但是他們 計劃終止了不代表沒有動手 不代表沒有延續這些按摩的事件 國理司法部長 奧爾森也說 宣佈 宣佈 中國行動 結束 意味深長 雖然中國行動並不是一個好的方案 但是 他繼續關注 中國對美國知識產權的侵犯 證據 真是 談不來 奧爾森這個言論也意味着 美國政府實際上 中國行動 可以這樣說 是特朗普搞 他等著整個中國動行 都可以 是吧 你實際上沒有變過 你也是這樣 聶毛而已 是吧 當然 美國政府 是沒有放棄過對於 中國的敵視態度 只是逼於當時的輿論壓力 改變 而年多之後 誕生的 叫做 顛覆性技術打擊小組 一樣做的事情 就是 證明了 他們沒有變過 2023年美國司法部 和商務部成功成立 一個更加隱悔的 顛覆性技術打擊小組 以打擊 非法 他們說的非法 向中國 俄斯 伊朗 朝鮮 等等 叫愛國競爭對手提供敏感技術的這些人 今年 顛覆性技術打擊小組 已經處理了死丹涉華案件 當然這些事在處理 不知道最後結果如何 從中國行動到顛覆性技術小組 其實美國政府從來沒有 除低過對華裔學者的有食眼鏡 而這個也助長了美國司法部對於華裔的歧視 看看數據 在美國司法部發起的 所謂各種間諜的活動當中 華裔被誤告是25% 白人社群是11% 同時華裔 被監禁的時間是百人的兩倍 只是這種積重難返 的歧視 真是麻煩的 令到大家離開 亦令到 中國行動的名字沒有了 其實你死灰復燃 還在去年5月 佛羅里特州政府已經通過了一項法案 要求州立大學 不能夠接受來自包括中國在內七個國家的任何之助 去年11月 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也呼籲 司法部恢復 司法部恢復這個中國行動計劃 他心不死 不行 沒有這個計劃不行 可以看到 對於華裔的歧視 並沒有因為中國行動計劃 一時中止而消逝 反而越來越來越慢了一種 尤其是選舉之前 肯定更加濃厚的氣氛 而這個也是眾議院近期通過 恢復中國行動的 埋下了伏線 可以看到 預期的將來 美國押制中國的反華姿勢 已完成 你說要何時停 至少十年八年 大家都根皮力尽 才這樣 但這樣對國民的損耗很大 當然 看看 美國先動手 中國真的無法無奈應戰 美國押制中國大陸的戰力 大概是不會因為政府更蝶而改變 美國為了保護自身的霸權 現在也是全力加速 對科技脫勾 但是 美國很喜歡說這個小院高牆 同樣也會對自身 產生反勢 你不要忘記 你拿牆圈圍著外面的東西 但你看外面的東西是不是都少了 是嗎 是的 你圍著自己 你就當外面的競爭不存在嗎 沒錯 沒可能的 這個 可否這樣說 厭以盜靈 是 厭以盜靈 可以看到未來 應該會繼續有什麼需要的抹黑 科技的進步 是需要開放和包容環境的 你自己 他自己是很搞笑的 小院高牆 他怕人家 進來拿你的東西 可否倒過來說 就像大清一樣 閉關所閣 他怕 怕人家進來拿他的東西 銅化他 但是最後你什麼收場 你就被船堅炮你的 在西方打開大門 所謂的中國行動等等的反華政策 最終 只會像現在這樣 頂尖的人就離開 錢和你差不多 甚至錢可能沒有你那麼多 但其實中國的 對科研人士的 資助多 不如離開 好,這次先來到這 多謝各位,再見 再見